回想起來死者家屬過媽媽南宴悲傷情緒 因為怎麼樣也想不到19歲的孝順兒子 出門打工後發生車禍就再也沒回來 每天晚上我們必須靠著 要讓自己平復下來總是哭著睡著 車禍發生在苗栗苑裡兩年前的8月 一名43歲裝姓台商 救駕違規左轉撞死人 19歲男騎士頭部遭輾過 搶救後還是宣告不治 可惡的是肇事者竟然駕車逃逸 在事發的三小時後 警方逮到肇事者竟然還躺在床上呼呼大睡 聲稱他完全不知情 家屬通平肇事駕駛一點回憶都沒有 但一審宣判 法官認為被告有回憶也賠償900萬元 因此侵判兩年緩刑五年 等於不用坐牢讓家屬無法接受 主要是認為被告是出犯 而且犯罪後已經和被害人達成900萬的和解 在16號上午高分月判決出儒 法官痛批一審的宣判 是讓有錢人可以用錢來逃避救駕刑責 所以改判被告男子有期徒刑三年十個月 而明天就是死者生日 在生日前一天新的判決出儒 也算是還給家屬一個公道 記者 彭志銘 王一超 廉家慶 林家瑩 SNG小組 苗栗 台中採訪報導